《开国少将曾克林》 是江西新国县甘园村人 16岁参加红军 在红军踏上长征之时 曾在红军大学学习的曾克林 被编入隶属中央军委干部团任职 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后 曾克林调任红28军 任252团参谋长 抗战爆发后 他出任冀军分区第12团团长 后任纪东军分区参谋长 率部歼灭制造攀押欲惨案的佐佐牧支队 并击毙中队长佐佐牧 1945年8月8日 苏联红军出兵我国东北 对日作战 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让中央命令纪东八路军迅速挺进东北 抢占日军溃败后空下的战略要地 8月28日冀东挺进东北东路司令园 曾克林率16军分区 12团 18团挺进东北 在沈阳 本期曾克林以12团为基础 组建了东北人民自治军21缕 全缕1.3万余人 接着他又以18团为基础扩建为6个团 到1945年年底 整个技术辽出关部队发展为12个旅 和十几个独立团 以及两个支队 共11万人马 其中曾克林率领的16军分区2000名人马 发展为9个旅 7个独立团 共几8万多人 同时曾克林又担任沈阳卫数司令部司令员 可谓圣机一时 而后曾克林前往联安汇报工作 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 一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曾克林一到延安便受到高度重视 1946年 部队经过整编 成立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 下辖四分之三两个纵队和三个省军区 肖华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程世财 曾克林为副司令 这是曾克林第一次降职 由统帅近十万大军的16军分区司令员 沈阳卫数司令部司令员 将雷军区副司令员 谈先处聚咒 1946年10月 曾克林再次被降职 出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司令员 其副司令为开国上讲谈先处 而后率部参加临江保卫战 在四宝临江后 曾克林又率三纵参加了下 秋 冬季攻势 打了不少的大仗 硬仗和胜仗 1948年3月 曾克林第三次降职 他由三纵队司令员 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 8月 在辽审战役前夕 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环 参谋长刘亚楼 在哈尔滨找他谈话 罗荣环说 组织上决定要你去七纵工作 曾克林有点惊讶 我在辽南军区才五个月 罗政委说 野战军准备将七纵 九纵组成一个兵团 让七纵司令员邓华人司令员 你去接替邓华司令员的职务 但现在兵团尚未组建 等话时七纵司令员 因此你去七纵后 先担任副司令员 意思是曾克林先将了半级 带兵团组建后 邓华担任兵团司令员时 他再去任七纵司令员 但曾克林去了七纵之后 这个兵团却一直没建起来 结果曾克林这一副职 一直做到1949年年初 邓华也没调走 平津战役后 东北野战军组建我军第一个坦克师 曾克林又一次被降职 二月身为四十四军副军长的曾克林 调任东北野战军战车师师长 几个月后 曾克林第五次被降职 调任空军混成旅当旅长 1975年时 曾克林出任海军航空兵司令员 结果 他被人系称为官越克越小的人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打仗 也不意味着他出了什么问题 2007年 将军去世后 曾有一副晚连如此评价将军 长征有功 抗战有功 解放有功 挺进东北 立头宫连安汇报 建起功 陆军有您空军 有您海军 有您建设海航 更有您万里海空 您寄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